好 各位主播我們就在台北小巨蛋現場 你可以看到現場有很多的歌迷 他們都是歌神張學友的歌迷 那今天晚上也是張學友首場的演唱會在台灣 那主辦單位在30號其實就公布 會來現場販售一些位置比較不好的票券 那很多歌迷朋友其實都是一大早 還有到下午一點多的時候 就來這邊才對搶買購買票券 那你看到我們現場這邊有很多民眾 他是可能帶著紙板這樣子 還有一些小凳子 輕便的小凳子 一早或是下午的時候就來這邊排隊 那我們這邊就有看到一個台中的蔡先生 他特別來到現場 其實他是坐高鐵來到現場 然後來這邊搶買票 我想問一下蔡先生 你可以讓我看一下你的號碼牌嗎 你拿到的是記號這樣子 那蔡先生拿到號碼牌呢 其實你可以看到他是拿到214號票 那現場已經排隊到 我們剛剛看到其實已經超過300號 我想問一下蔡先生怎麼今天早上特別來這邊 想要來搶買票券 是不是上次沒有搶到這樣子 對 因為上一次的巡迴演唱我沒有買到 然後再假上說我覺得他可能 之後會像走江蕙那樣會瘋賣的話 我就沒有機會再停了 所以這一次就勢在必得一定要搶到張學衡 對 那預期到這麼多人嗎 可以預期得到 那有沒有最私心希望他唱哪一首歌 喔 好多首你讓臨時想的話 選一首或是他可能會唱又可能不會唱的歌 我覺得我喜歡深海那一首 對 了解了解 那是資深歌迷 以前有搭到一個連續劇八點檔的歌曲 對 那是呢 你可以看到呢 現場其實歌迷朋友真的是非常非常多 那其實剛剛我們可以看到主辦單位呢 在現場有稍微管制秩序 那其實根據我們了解呢 這一次呢 很多民眾來這邊現場搶買票券呢 其實從29號的下午 就已經有人來這邊排隊呢 想要來買張學友的門票 那根據我們了解呢 其實之前呢 在售出票券的時候 文化部也有提到呢 有一些呢 可疑的帳號呢 都是被凍結 那有些部分票券呢 也會在今天進行販售 以上是我們掌握到最新消息 我們將鏡頭交還給彭內主播 充足典 充足充 充足充 充足兔 充足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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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充足充